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 就是我的一个粉丝朋友啊 他之前料酸是550多 经过纯净考验生活50年呢 料酸也降到现在的290啊 已经跟标准值啊相差无几 要知道他之前借口了 也不能摆脱呀 高料酸的折磨 惨到啊就像广东话里面说的啊 给你吃浓肉都没味了 能有这样的结果呢 他本人也是非常的高兴 那怎么做到呢 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纯净饮食啊 来执行哪些事情你应该做 哪些事情你不该做 哪些东西你得多吃 哪些东西你得少吃 再加上营养强化 这样的一个补充呢 让他在短短5多天的时间 通过非药物的方式 让个身体机能呢 慢慢的恢复正常 然后料酸呢也慢慢的控制住 那说到料酸这件事情呢 实话实说了 我反复的强调就两点 第一个是肝 第二是肾 所以我们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快速的去关注肝和肾 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机能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料酸呢 它慢慢的就下来了 那说完这些呢 我再说说特别的呢 自己得通风的体验 那为自己在几年前呢 也是喜气了通风套餐 那个时候啊 就特别喜欢吃一些海鲜啊 喝啤酒啊 熬夜啊 结果啊 我这个小拇指啊 就会不间断的出现那种 酥酥酥了 比挣扎一样的疼 那减肠呢 同时就说是痛风 并且说这些问题呢 已经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好在呢 我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减重30斤 空耳掉算啊 问题也就轻松解决了 接下来再给你五条啊 高质量的建议啊 第一个就是说 在饮食当中 一定要注意啊 地质清淡 尽量少喝酒或者不喝酒 同时呢 都喝好水 像你每天的一个饮水呢 可以喝到2000到3000毫升 最好啊 能够搭配这种柠檬水 或者是富含水分的那种 新鲜的蔬果 为身体补水 比如说草莓 蓝莓 苹果 第二点呢 就是少吃出眼的食物 我这里有一个表录啊 大家可以截脱保存一下 然后图片上也明确写了啊 高中低出眼食物的一个分类 平时啊 多吃一些抗烦的食物 避免这种高氟磷的 渗入管理好身体的慢性发炎 忌口啊 就是相当重要 第三个就是 保持健康体重 肥胖会增加痛风的风险 这个已经有很多研究 证实了这个因素 我们也经常能看到 很多痛风的人 伴随肥胖啊 或者是磁脏脂肪高的 这种问题啊 它通过健康的方式 把体重啊 降下来的时候 对酿酸代谢啊 也有很大的改善 第四啊 就是说避免酒精含糖饮料啊 酒精啊 和这种富含果糖的饮料啊 也都是导致体重增加和代谢问题 从而导致啊 酿酸升高 特别要注意的是 不只是要含白糖的 还要注意那些添加果糖的 比如说玉米糖酱 果不糖酱之类的 第五啊 就是说 摄入一些营养补充剂 像奥米格3啊 姜黄素啊 护皮素啊 这些都是帮助抗氧化的元素 尤其要特别注意啊 很多深海鱼是高漂亮食物 要算高的人应该少吃深海鱼 但是说很多人会补充鱼油 因为鱼油啊 通过分子蒸馏高度存化 虽然没有漂亮 但是会有很多拱之类的重金属 也会变相的造成我们身体呢 上发发烟 所以呢 如果你要去补充奥米格3 建议选择植物型的奥米格3代这种枣油 最后呢 你一定要去重视啊 营养素的作用 不要说你这个吃了营养素 就可以实现好转啊 前面试点同样重要 营养素的作用是 你在调整好饮食 减食减重 健良好生活习惯下 帮助你更快的恢复 那最后啊 也最好总结啊 先把尿酸控好 一点点不难 之所以你觉得难 是因为大多数这种朋友呢 他缺乏这种营养质 和这种控尿酸的知识 当你发现酸高的时候 很嚼急 很轻急 就会尝试一些奇怪的产品 一定要去学习这种 控尿酸的知识 这样才能保证 在健康的方式下 合理的控好尿酸 那自己摸索和学习 会比较慢 我爸很多朋友 需要学习这种 控尿酸的知识呢 做成了一个课程 放在我14天的 一个控尿酸 实在营里面 欢迎你再加入 一起学习 我一步一步带着你 手把手 教会你轻松 控尿酸 这样子我们就能 少走很多弯路 节约很多宝贵的时间 快速达到 影响的控尿酸目标 那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里结束 我是特贵 我们下期见